下载完了以后,我们要进行Squatch GUI的安装 在我们的档案中管里面 刚才我们下载的地方在本机吸叠的使用者 底下的使用者 那这边会有一个Squatch-GUI的资料夹 按右键选择内容 事实上它下载了1.41GB的资料 相当的庞大 那这样子的一个原始档,我们要怎么样让它 顺利的 应该讲说 把它执行起来呢 在这资料夹里面有一个ReadMe 这个 你可以选择使用 NotePad++,这是我们前面预装的 软体 来看 它有告诉你一些事情 都是英文 它告诉你怎么安装 install 安装 它执行什么 CD 到资料夹以后执行NPM install 这样子的一个指令 所以呢 我们 一样 把CMD的命令列叫出来 CDSC ATCH -GUI 你可以按一下Tab键让它自动补上 不对的话就按Enter进来 那我们要执行的指令是什么 NPM INSTALL INSTALL 当然现在这样子的状况下你一定要连上网络 因为它必须再安装一些 层次进来 那它就会依据软体的规划设定 把一些套件全部把它装起来 那我们再回到 前面的 ReadMe那里 趁它在安装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一下ReadMe 它会告诉你一些什么事情 Gitcoin 这一个就是我们前面执行下载指令 进来 安装 安装完做什么 NPM start 然后你可以找到一个 它会告诉你 在这样子 就可以把Squatch GUI 执行起来 就是Localhost 860EPO 它会执行一个简单的web界面 你就可以把它装起来 这样子你的Squatch GUI 这个软体 Squatch这个 从Github上面下载下来的 就可以把它 执行起来 就在浏览器里面 就可以 看到 那它还在 安装 那趁有这个时间 我们就再说明一次 刚才我们下载的位置在哪里 使用者的User的User下面 它有一个 Squatch -GUI的 资料夹 这个我们是用Git下载下来的 那你如果是用使用Download下来的 它会多了一个Mast 那你还要再去修改它的名称 才会跟我们的教材一样 甚至我们后面打包的时候 那些 资料夹的名称是会影响的 所以这边要特别注意 这边要特别注意 好 那执行的指令是什么 npm install 它这边大致上都OK 有做完 如果有红色的字的地方就稍微要看一下 这个还好 1081它只告诉你一些数字 然后它要告诉你 npm audit fis 可以修正一些事情 或者怎么样看一些详细资料 那这不是很要紧 所以我们接下来做什么事 npm START START 执行 这边说它要防火箱封锁 那我们要允许 执行完你看这里 它有没有一个http 0.0.0.8601 就是任何一个IP的8601 都可以看到这个页面 所以我们怎么样 你可以把这个 复制起来 在你的浏览器上面 贴上 这一个 然后按下Enter 如果还没跑起来就表示我们这个 指令还没执行完 它还在 看它还在build 还没build完 如果build完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 Squatch GUI的界面 就跟 网路上 我们在跑Squatch的 那个网页版 是一样的画面 我们再给它一点点时间 去做 设定的动作 它在 对 所以 所以Squatch GUI 这一个 sauce 如果真正跑起来 档案算是相当大 刚才就已经有一点多G 加上现在置信的 你的硬碟空间建议就至少 要运留个2G左右 甚至更大一点来 给系统使用 目前还没有build完毕 还没有建议完成 所以我们要等它一下 它告诉你 编译完成了 坦拍的successful 重新进程 那我们是 127.0.0.1 帽号8601 这样子又跑起来了 就8601 如果是 0.0.0.0 帽号8601 那这个 部分应该是 不安全连线的问题 因为你没有指定 因为你没有指定 还有就是 如果你用chrome 浏览器 现在浏览器 很多浏览器 要 没有httbs 它是不给你跑的 我们来看一下 0.0.0.0 帽号8601 它也是不给你跑 如果你执行的是 127.0.0.1 帽号8601 这样也是有跑起来的 所以 它编译成功了 那 这个时候你 那就建议你执行 本机的IP 加上8601 这样才会比较正常 可以跑起来